热透彩的那个中奖的几率 然后算出它的排名 所以我们是在第四个单元里面 讲到那个热透彩的这个中奖几率这部分 当然最后的话呢 我们是有写了几个VBA的程式 那其实难度相对的会比之前来的更高 不过实用性也相对会比较高 效率也会绝对是比较高 那主要就是工作上面呢 假如说你不希望土法链刚完成一些事情的话 或者说这些事情每天都重复做的话 那当然呢你就有必要 可以把它写成类似像我们上个星期 讲到这个热透彩的这些按钮 当然按下热透彩它就四个栏位 全部都帮我完成 那清除的话就把这些资料给清掉 OK大概是这样 然后另外格式化就是把那个颜色 涂颜色 不过涂颜色有个缺点 当然涂颜色至少是起目的 也就以后呢 如果将来你要凸显的是 某一些资料的话 你可以用类似的方法 那给它一个回圈范围 它就会自动帮你 那回圈里面的话 可以加上一个逻辑判断 它就会帮你 只要符合那个逻辑判断条件的话 那就自动帮我把底色变更 还记得吧 所以其实格式化就 顶多是大概五行程式吧 一个负回圈加一个逻辑判断 再加一个动作 基本上就可以把格式化这动作全部做完 清除的话 当然就垫倒过来 只是加一个这个底色 这个底部的东西把它清掉 另外的话还有那个就是前期名 如果我今天要列表的话 那可以把前期名给列出来 然后呢前期名给清除掉 大概是上个礼拜的练习作业 那当然呢 另外你们也可以再思考一下 所以刚刚讲那个 这几段程式 其实云端白板上面都可以参考 那上个礼拜比较重要的 可能你至少要知道几件 第一个 什么叫定义名称 那这个定义名称呢 主要是用在 就是说你的那个范围蛮大的 然后呢将来又是跨工作表 那你就可以利用那个什么 先定义名称 再配合那个一个快速键F3 其实这一招还蛮管用的 以后的话 假设你将来的资料量很庞大 而且有跨工作表的话 那你可以先把某个范围先定义好 定义一个名称 然后呢再用F3去把资料带过来 那并且配合两个函数 一个叫count if 一个叫count 比较重要上count if 然后呢 把那个开讲的这个 101年的 把它算出几率 然后利用格式化呢 那格式化其实 是可以利用什么 分数里面的百分之多少 加两个零就好了 所以这边其实还有个概念 格式是可以重新修改的 其他的话就是可以把这个结果给做出来 底下这边 我也把那个程式码放在云端上面 所以第一段的话热透彩 就一次啦 所以其实有些事情 假如每天都重复做的话 那基本上可以利用类似的方法 可以快速的可以完成 那当然你就不需要 每天很辛苦的 每次都要再做一次 这个输入公式的动作 那清除的话呢 就是把里面的资料 全部清空 所以你会发现 上面的程式跟下面的程式 其实就差别就是什么 差别就是 双引号里面呢 到底有没有公式 有公式的话就是把公式输出 没有公式就是清除 OK 这两者 那格式化的话呢 当然我刚刚讲过了 一样的道理 就是跟他讲范围 你要从第二列到第43列做什么 帮我做一个逻辑判断 判断条件是这一个 如果呢 Sales ID的一栏 指的就是什么 排名那一栏 如果他的条件呢 小于等于7的话 如果这个条件为True OK 那也就是指的是 他的那个 这个名次是在1到7名之内 那就帮我把他的底色 底色的话就Interior Color 然后呢 把它改成RGB 25525 那就是红色加绿色 然后就是 就加起来就是黄色 把它底色变更 那清楚的话 就是把颜色改成 所谓的XLN 这里的话 有几个比较重要的 就是颜色部分 请记得 以后的话用RGB 反正VBA里面 只要牵涉到颜色 我建议你就记RGB 那再来最后是什么呢 前期名 那前期名当然就是 其实是从那个什么 格式化把它复制贴过来修改的 那其实只要改一个地方 包含就是说 把A栏里面的资料 就是把那个号码部分 放到我们的F栏的第二列开始 所以这边会多一个K的变数 那K的预设值等于2 所以这边的话先会放在F2 F2 然后等到放F2之后 比如说先放12这个号码 放进去之后的话 那K把它加1 那就是2加1 那K的值就因为这样的关系 会变成3 那3的话就下一个号码 那就一直往下放 所以只要放了一个之后 它就一直往下放 那跟各位讲 这个K等于K加1 这一招其实还蛮管用 以后如果说你要怎么样 一直把资料往下放 这个是一个还蛮好的一个方法 OK 那当然呢 这个地方还有同学 就是有问到 因为我们假设 上个礼拜讲的这个前期名 是什么样 找到就是循序的 从第二列到第43 只要是小于等于3 所以理论上会先抓到12 再抓到21 再抓到27 那它并不会按照什么呢 按照它的排名 去抓取要的资料 所以就有同学说 老师那我可不可以 把前期名的这个程式 稍微修改一下 改成什么 如果我想列出来 第一名呢 就放在F2 第二名呢 就放在F3 第三名就放F3 意思类推 那最后一名就放F8 诶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所以哦 如果假设我们这个名次 不是按照刚刚的规则 而是按照什么 按照只要找到之后 就是我们刚刚的规则是 只要小于等于7 那就把资料抓过来 那不管说它是排第几名 那如果换一个规则 我希望呢 这个第一名就放F2 意思类推 最后一名放F8 这个地方哦 程式该怎么改 会是最简单的 那你会发现哦 如果你会改的话哦 上个礼拜的程式哦 甚至可以改得更简单 甚至连K都不需要了 只是要怎么改啦 我想这个解决的方法 绝对不是单一个答案而已 请各位试一下 那今天的话呢 这个做完之后哦 接下来呢 你们再看一下那个大热透历史资料下载 因为呢 当然哦 我们前面只是先把101102 那如果说我今天是希望全部的资料的话 那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个热透云 就会有历年来哦 从那个什么 20 这个应该最新的 礼拜五 它是礼拜二礼拜五啦 所以是上个礼拜五的这个号码 然后到一直到最 刚开始的话 应该是第几页 第六四页吧 这最新的到最旧的 六四页的话 应该是从2004年 也就是说呢 它从2004年哦 2004年是礼拜一耶 所以它其实规则应该有改过 它从2004年的1月5号开始 一直到2021年 哇 资料非常庞大 的那个11月26 那假设说我今天 希望能够取得这些资料的话 该怎么做 所以等一下的话 有一个重点 就是如何利用爬虫 当然不是叫你土法链钢 如果你要土法链钢 那这个永远会做不完啦 为什么六四页啊 Ctrl4、C、Ctrl1 可能要做蛮久的 那再来可能还是需要做 第一个把资料下载 不过下载完之后 还会有一些问题 包含就是说资料怎么切割啦 这个也是麻烦 因为它这个中间要对 它不是直接把它放格子里 然后再来就一样 统计出呢 我们之前做的 比如说 到底大任后呢 哪一个号码 出现的机率最高 画面先还给各位 先试着把那个上个礼拜的部分 也许再把它复习一下 了解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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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